大概困扰啊 因为这个东西会四十而非 各种谣言满天飞 让执政的民进党好头痛 尤其是寺庙减箱被传承灭箱 引发轩然大破 为了快速澄清谣言 不再让假消息蔓延 现在绿营展开面谣大作战 最近真的是新政府面临了 非常严重的网络的谣言 那谣言获重谣言满天飞 都不利于人民对于政府的信任 所以我们最近就各部会都精进了 绿营从上到下 全庭总动员纷纷成立LINE群主 分享讯息 像是立委就有舆情群主 用来张贴正确新闻 党团与政院也设立群主 以便来交换谣言讯息并做澄清 如果立委们发现谣言 就能马上向政院查证 另外绿营执政的直辖市政府 也能直接与总统府讯息传达 方便四都家府横向沟通 网路谣言一 我动不出名在这 立委们发现谣言马上贴近群主 并转告各县市单位 藉由幕僚自作懒人包 最后行政院发言人 张贴正确讯息消灭谣言 现在必须要做一些 立即澄清的动作 所以在第一线的民意代表 包括立法委员 包括议员 他们都希望能够有政策讯息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制 很好的一个平台 我们收集民意 反映民意 也不完全是澄清谣言 有的部分是民意认为 政府应当做什么 政府施政 长期保受网路谣言所苦 透过这些群主 要来降低谣言 造成的伤害 也期盼能加强各部会之间 有效沟通 欢迎讯息宇 李成宇宙 台北报道 来 going ! 谢谢大家